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恭喜恭喜我们全球的有缘人 我们希望大家都平安都好 大家都可以扭转乾坤 花好月圆 年年如意 世事成亲 恭喜空喜阿弥陀佛 扭转乾坤花好月圆 就是对我们现在的 整个世界的局势 希望扭转的好平安 我想我们生活总是有很多挫折 希望每年都会转好 所以我们要扭转天地之间的 这个食运 来造福我们的命跟运 所以说我们做这些东西 要扭转天空 在我们佛法来讲是做什么呢 行善做好多帮助人多 做这种奉献服务 积德积福 来做很多的对社会这种弱势团体 那种贡献就能帮助他们 让整个社会是彼此互继共生的 这样就可以扭转一下乾坤 乾坤就是让大家都能够和谐了 生活上能够扭转呢 就是用善业做好事 如果我们做一些坏事 当然扭转到坏的地方去 那就不和谐了 所以总是从好的面 彼此都好的时候才扭转 我讲了这些好的 你也愿意听 你也愿意做 大家连接起来就变成一个气势 这个气势就可以变成说扭转 那么夫妻和谐 怎么叫和谐呢 就是两个人以上就是要常常协调 常常要做到那个合情合理的讨论 我们如何选择最好的方向去做 夫妻 朋友也是一样 怎么让朋友过得很好 我们就是要用好的方法去帮助他 所以这个社会要好吗 要好我们就不能不正常的东西一直发生 不正常一直发生呢 这个社会是好不了的 就是遵守社会的好的 走向 这个叫做总是这样嘛 道德做了大家社会就会好 它就会能够帮助你社会和谐 家庭和谐 还有这种朋友之间彼此这样和谐 这个社会要好是有条件的 没有条件是好不了的 这个世界要好起来也是要有条件的 条件不好就是不好 所以我们大家从一个三好做起 那一定是可以转换很多的这种彼此的关系 就是生好 身体要做好 嘴巴说好话 还有这个呢 就是要有一个人的大络 而我叫大家存心善良 存好心 那上个做好 跟谁不好 大家都这样子的时候 这个社会世界 一定很美好的 所以这个再来呢 我们常常正面积极 乐观的在一起 我们会有什么歇斯底里的事情吗 少了 如果有的话 我们用正面积极去感染 这个转换 所以我们有武德吗 正面积极乐观 爱心 大家不晓得这个爱心就是 跟所有的人不切割的一个元素 你觉得你人缘不好或者什么不好 你觉得你跟人家切割 觉得你很锅片 那你就是切割 切割就是没有爱心 只要你有爱心就连结 连结 连结 这个叫做连结到生生世世的互动关系 所以这种好的念头 就是基因 好的基因 我们必须这样子去生活才行的 疫情期间呢 我们会怎么样呢 没有安全感呢 你看我们很多信仰宗教人 他有了一个信仰 有了依靠 他的安全感是比没有信仰的好多了 所以有信仰是一个突然来的一些结束 那我们很容易面对 那我们很容易面对 如果没有信仰 那很容易你就被打倒 或者是你拼老命的不怕 那拼老命没用 还是要被 要被这个灾难整肃 所以我们呢还是要有这份的爱心 我们这个生命就是给的生命 给的生命呢 会有很好的收获 给的生命呢也是会非常的圆满 就是我们生命就是彼此分享 但是分享的意思就是一个爱心 这个爱心呢就是一切的这种能量的泉源 所以灵性的东西呢就是一个关怀跟照顾跟爱心 所以一切的平安是从灵性的关怀来的 这个 所以为什么信仰是一个很好的途径 所以这信仰是特别重要 所谓的这种信仰就是 慈悲跟道德 我们要找到这个东西呢 生命的方向大概就比较稳定了 所以我常常跟这个 我们的宗教的朋友讲 我们大家这个信仰都是一样的 叫做道德跟爱心 道德跟慈悲 如果不是这样我们信这些宗教 不要信什么 信这个就是做这个 所以就变成道德跟慈悲 是我们宗教的核心思想 所以大家找到一个信仰是 就是找到一个方向 灵性的方向 在未来的世界一定是要找灵性的方向 这个世界才会安定 如果我们现在以物质为导向 一直导下去 到最后就是没有灵性了 只有物质的时候呢 我们灵性不知道在哪里 所以灵性要在关怀物质 那就生态跟物质就是 通通都在灵性里面 所以我想还是 有灵性的生命 还是未来的走向 到最后解决的办法 就是灵性 这个东西是解决物质冲突的 所有问题的趋扭 所以我们不妨慢慢的 趋向这样的一个方向 可能会解决 现在世界上各种的问题 我们还是要走回道德伦理 还要走回人跟人的一个 这种彼此的共生互助 共计共生 这个是我们必须慢慢建立起 彼此的友好关系 彼此互相帮助 相继共生 我想如果不是这样子的时候 我想这个就彼此四杀 人跟生态四杀 那一切都在没有那个慈悲 没有那个爱心 没有那个奉献跟服务之中 在佛法来说 他就是从觉醒以后 把生生世世的生命 都奉献给所有的生命 就叫生命奉献生命 生命服务生命 所以这个是佛法 对生态的所做的走向 就是必须服务奉献 相继共生 以长远的这种生命记忆 我们是一个生命记忆 才能轮回的 在这个生命记忆的轮回里面 我们彼此给彼此的 不是争斗 不是纷争 而是彼此给彼此的 一份的照顾 关心 可以相续性的彼此 互持彼此 让生命更美好 不管是物质 人类生命 都是一个相继共生 互助合作 不是这样的剥削搏斗 到最后就叫做切割 我想这个是人类 比较没有智慧的做法 如果有智慧 我们就是可以删讨出 更好的办法 更好的走向 所以这是很美好的 如果是保护我的利益 而要消灭别人 要做对立关系 我想这个对立关系 彼此都没有好处 所以我们要想想 相继共生 多元共生 这个是我觉得 这个地球生态 最重要的就是 多元共生 相依共存 任何的人类生态 都是一样的 要彼此尊重 彼此把握着这个 生命奉献 生命 生命服务 我想这个呢 是一个 现在地球 我们彼此的生存之道 来保护地球 我们生命就是这样子 我们都喜欢过平平安安的日子 问题就是 我们如何让自己平安 就是让别人平安 所以这个呢 佛法的观念就是 你给人家什么 你就会得到什么 所以我们彼此祝福 彼此连结 让这个世界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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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